OK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我们模板文件的一个 加载的顺序啊 加载的顺序 那么加载的顺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个模板文件的时候啊 哎 他怎么去查找这个模板文件在哪 哎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们再定一个视图 哎 再定一个视图啊 这个视图呢 我叫index2 啊 写上一个index2 哎 写上一个request啊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模板文件 哎 他的一个加载顺序啊 加载顺序 好 现在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写一个啊 return一个render 然后写上一个request啊 哎 我要使用的是book 我就写一个booktest啊 下面呢 index2 哎 dntml 好 然后呢 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到斜杠index2啊 就叫他 好 把这个定义完之后呢 哎 我在这里面去配置一下 url啊 哎 上天后我们就写一个index2 哎 dollar 对应的就是vios.index2啊 那么 模板啊 文件 哎 加载顺序 好 那么 好 写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 模板文件有没有 没有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访问这个地址 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直接访问这个index2 然后呢 在这边敲回这啊 敲回这 OK 那么这边呢 就会给你爆炸一个错误啊 哎 看到什么错误啊 time play的 哎 对吧 模板 找不到啊 找不到 那么找不到谁呢 就是book test下面呢 index2点点表啊 那么 然后呢 你去看一下啊 在它的下面 有个template的loader啊 它的一个 哎 template loader啊 就加点模板文件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将过呢 哎 去尝试呢 按照下面这个顺序呢 去找这个模板文件 哎 首先你看它去哪找啊 首先就是我们的 号目下面的 对吧 哎 号目下面的 pathon下面的 bj18 test4下面的 template 哎 这个是哪 这就是我们的 模板目录啊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这个模板目录啊 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模板目录 哎 他去这个目录下面呢 去找这个 文件 没有找到啊 然后他又去哪找了啊 看到我们这边 前面这些呢 是我们的点文群音为s 就是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虚拟环境 对吧 哎 你看到虚拟环境里面的 这个pathon下面的 这个包里面 找这个 将过里面 对吧 哎 将过controller里面有个admin啊 那么这个admin是谁呢 这个admin啊 是我们已经 建好一个项目之后 默认注册的一个应用啊 这个应用呢 你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找到这个settings啊 就是这个admin 哎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应用啊 就这个应用 哎 这个目录呢 注意 这个目录呢 就是这个应用的目录 哎 然后他去这个admin应用下面的template下面呢 又找了这个文件 对吧 他尝试又找了 还是呢 没有找到 然后呢 他又去了这个controller下面的 other啊 哎 other应用下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应用啊 看到admin下面是不是还有个他 哎 他也是一个应用啊 他又去这个应用下面的template template下面呢 又找这个 哎 book test 哎 你带个出点 他结果呢 又没有找到啊 那么当他这个时候没有找到的时候 哎 他呢 就会给你报一个错误 哎 这个东西呢 找不到啊 这个东西找不到 哎 就是最终呢 我找完这几个路径之后 那么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那么就给你报了一个模板文件 找不到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啊 模板文件的一个加载顺序啊 那么 你在去使用一个模板的时候 首先 他是去你配置的模板目录下面去找这个模板文件啊 我们配我们配置的模板目录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个 DIRS里面进行的配置啊 那你注意 这个对应呢 它是一个列表 对吧 你可以在这后面你继续配置很多路径啊 很多路径 那么他找到时候呢 他是从这个目录 从前往后进行一个查找啊 进行个查找 那么当他在这个你配置的模板目录下面找不到的时候 哎 他会去你 去你的 instar的apps下面的每个应用里面呢 去找这个模板文件啊 那么 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这个应用中必须有这个template 文件夹 那我们看一下啊 刚刚为什么 我们找到setting的这边 默认是不是已经注册很多应用 对吧 那么他为什么只去前两个找啊 你注意 前两个应用里面有这个template 文件夹 后面这些呢 没有 所以呢 他就没找 那你比如说啊 按照这个逻辑 哎 我们在我们的book test下面 我新建一个啊 我新建一个template 新建一个template 哎 新建template啊 OK 那么新建template之后 你看到啊 我们在这边 你比如说我去刷新这个页面 我们在这边啊 template下面呢 我们直接呢 去打开一个页面吧 重新打开啊 哎 找到我们这个index2啊 index2 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没重启是吧 重启一下啊 好 说这个index2 好 回上 好 你看到啊 看到没有 后面是不是多了一个 哎 是不是去你book test下面的template 下面 尝试再找这个文件 对吧 结果还没有找到啊 哎 这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那假如说你在这里面 你新建这样一个文件啊 你新建这样一个 哎 直接新建一个book test 然后呢 我在这边呢 去新建一个 index2 哎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 我就写上一个啊 index2 哎 那么这个 哎 他呢 he 啊 这个文件呢 他就 哎 放在啊 存放在 哎 存放在啊 哎 book test的 哎 应用中的啊 应用中的 那么 template啊 文件夹下 文件夹 好 那么 然后呢 你再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看一下啊 刷新 好 他是不是能显示了 对吧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啊 某版文件的一个加载顺序啊 就你使用一个某版文件的时候呢 他首先去你配置的某版目录下去找这个某版文件 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就会去已经注册的应用下面 他的某版目录里面呢 去搜索这个文件 前提是你的应用里面呢 必须有这个template的文件夹啊 文件夹啊 文件夹 OK啊 这里面就是他的一个加载程序 那你比如说 我们昨天给大家讲的 对吧 我们可以呢 去自己在这边定义一个404去覆盖 去覆盖啊 覆盖默认的错误页面 对吧 那么你想一下 是不是也是这个过程 他首先去你配置的这个目录下找到了 后面那个是不是就不找了 对吧 这就这个过程啊 404 OK啊 那么这部分啊 某版文件的加载顺序